仓庫外三角JL排滑鼠相關員工也排成一串人籠 在等待做篩檢 G7號一名淘基華航貨運站人員確診後 現在再增一名員工確診 指揮中心證實新增的個案為同樓層 不同組別員工 目前疫調還在進行 預計三天內將會擴大採檢到一千零四十二人 花出大樓出現確診者感染源不明 桃園市政府不敢大意針對確診者上翻大樓 整棟匡列全面採檢PCR 但八號傳出的新增個案 被平面媒體爆料 他的辦公室位置就坐在原先確診者對面 質疑第一時間沒被匡列隔離 八號還曾跟其他同事有接觸 指揮中心陳清從一開始就有進行 匡列新增的個案也有在名單當中 未來也會根據疫調結果再決定是否 繼續擴大隔離 現階段累積造冊一千零四十二人 將在三天內檢驗完畢 不敢大意積極跨區疫調 就怕划除群聚感染 演變成北農二點零版 三日新聞張玉杰桃園採訪的